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烘焙行 这个烘焙行买材料 对啦 煎麦 墙上满满的奖状及证书 是新住民变柔云这十多年来在台湾努力的成果 以前的她只是众多新住民中的其中一位 现在的她则是大家所熟知的果冻少奶奶 平常在社区 学校 教室指导对烘焙 3D果冻有兴趣的学员 这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想当年她满回着梦想嫁到台湾来 希望创造自己的一片天 但却遇人不熟 生活陷入了困境 未来一片茫然 还好有同胞伸出援手 又遇到了现在的老公 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以及不认命的精神 终于闯出一片片 那时候我就有跟没人讲说我要求的条件就是 跟我的条件都差不多就好了 我也不要说我要去家来台湾 因为要过好生活还是怎样 可是我要就是不要差的那么多 第一就是不要残缺啦 因为如果带回去的时候 真的爸爸妈妈头会抬不起来 因为你一个女儿 家人家是家庭不好的人 才会把女儿嫁到国外 你家庭就还不错 你还要把女儿嫁出去 要嫁到残缺的话 那个整个孙子里面可能会 那个她头会抬不起来 所以那时候我挑的话我第一个条件我就是很健全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可能就 因为我们家做事的 如果你嫁给中田的 我不会做那些事啊 所以那时候刚好是我前夫的话 他就跟我讲说他们家是做餐厅的 那我就答应了 对 可是那时候他们 他们家是开餐厅 可是那时候是没人讲说是他跟哥哥开 可是来这边的不是 他是给他哥哥醒的 然后还要结贤 重点是还要结贤 把我娶过来的 然后也没有先跟我讲 如果他先跟我讲 我也不会怀孕了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便柔云千条万选 没想到却选了一个没有责任性的丈夫 夫妻无法同心 就注定了会分离的结果 只身带着女儿离开 不知何去何从 这是便柔云人生中遭遇到的最大困境 我第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是三天我们出院嘛 那三天出院的时候 你当然了我 你老婆自己老婆生小孩 你当然月子你要帮她弄啊 她要住哪里 你要规划 你要那个完全都没有 然后还叫我走路啊 走路啊 从医院走路回家 那我说 然后最 最 最让我到现在的话 我是想不透的话 那个我生小孩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你嫌放哪里 我说 我现在要生小孩 你问我钱放哪里 那什么意思 我现在要进去那个要生小孩 你没有问我 有没有辛苦 没有痛 没有怎么样 你问我钱放在哪里 要缴那个医院里面的钱 我说 如果我那时候我没钱那怎么办 然后我就想 我说 那个应该是 天下有所有的 不好的事应该是 那时候我想我说 老天爷啊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可以考验我 那通通来吧 原以为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谁知道却是噩梦一场 为了自己与女儿的未来 便柔云毅然决然结束婚姻 带着女儿离开 只是当时的她 茫茫然不知道何去何从 也不敢回越南 因为怕造成家人的负担 那时候我刚开始 那一通电话 是打给那个卖机票的 卖机票的 因为常常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选她那个理事者嘛 因为她是华小 也是我们同乡的 然后我就问她 因为她租房子 然后也有收一些 那个分租 分租给别人 那时候我就有一个 有一个姐妹是 她是跟我类同的 可是她不是 她是先生是过世 所以她带着一个男生 所以那时候那一段时间 是我们两个互相 就互相 因为孩子那么小 才两三岁 那三岁的时候 你要请保母带 其实是 那个费用是很高 然后加上如果两个人 两个孩子 那很可怕 那我们赚的钱 都不够给孩子花 那时候我们就轮流 我们轮流 有时候是晚班早班 两个人 然后大约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觉得不行 因为这样的话 开销也不够 那时候就想要 后来就因为 我就打电话我姐姐 因为她的孩子 她就送回越南 一段时间 我打电话给我姐姐 我说姐姐帮忙我一段时间 帮忙我 我赚到钱了 我就把孩子带回去 我就不要在这边了 那时候真的就是想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姐姐帮忙带孩子的时候 我就拼命每天都在工作 我没有休息 我就一天大概睡五个小时 然后就起来就继续去工作 然后做到那个 太累了不行了 就回来休息 就完全都没有外面的 台湾的什么社会啊 什么接触 完全都没有接触 只有工作休息 工作休息 因为那时一心一意 只有说我赶快拿到钱 晚会把孩子带回去 对 那时候就想这样子 没日没夜的工作 终于经济能力改善了 带着女儿回到越南 也曾想过就不要再回到台湾 但考虑到女儿日后的教育问题 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台湾 并在现在的先生鼓励下 学习美容 回来台湾的时候我才发觉说 我对台湾的完全不了解 很陌生 然后国语也不懂 然后因为那时候 决定要在这边生活的时候 才发觉说我在外面很多东西 都不是那么熟悉 然后开始就 我开始才会决定要学习 所以很多我学很多东西 包括语言还有骨子 什么就是反正就从头来过 就是开始就去参加很多 那个什么课程 就是政府有开的母课 我就去上 反正就去上 实践上允许我就去上去学 辩柔云说 现在的先生是他的贵人 很多人认为外配就是要来台湾赚钱的 钱赚饱了就回家 但是现在的先生却一直帮助他 鼓励他 用正向的眼光看待他 那时候买房子也是就认识我先生 那时候认识我先生 他也是送我给人 因为他愿意当我保人 对 因为台湾找那个担保人很难找 讲老实话 他不会像其他有些市民来 他可能就看你这样 他可能就跟你说 哥哥你 我需要一些费用寄回去越南 你会帮忙我输入之类的一些 一些术语这样子 那他没有 他就是很努力的在工作 那我也问他说 你这样子工作这么辛苦要干嘛 然后他说 因为毕竟有一个女儿要养嘛 那他希望是说能够让她过日子过好一点 那他说是因为我在急诊室啊 家户病房 然后他会觉得说 怎么就是只有爸爸妈妈过来帮帮忙这样子而已 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很性感的跟我讲说 五一劳动节你是不是休假 我说对啊我休休假 然后他说你那边有没有事 我说没事啊 然后他就说那好啊 那我们出去走一走啊 然后我就说那 那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带身份证啊 健保卡这些什么的这些的 反正他就是把它很笼统盖瓜 这种信用卡这些 我说有啊 我说人家干嘛 他说没有啊 就带着啊出去逛一逛啊 然后就逛逛 就逛到护证事务所了 然后就跟我登记结婚了就这样子 那后来我觉得说他居然做的这么的投入 那我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也试着跟他走看看 最主要是说这样的东西他能够去让外界一些人 去把一些说嫁来越南的女孩子就是不好的 他就是要把钱带回去越南 甚至于就是去哪一些地方上班 然后我希望说藉由这样子 然后让一些家庭的一些长辈去改观 说还是一样有很多努力的啊 人家叫过来还是很努力 很过激 就是说把这个家雇得很好 在汴柔云的生命低潮时 他也曾经向三重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求助 在杨巧文主任及社工们的鼓励陪伴下逐渐走了出来 因此在他的生活稳定了之后 他就回到中兴当职工 五年前那时候跟中兴的一个接触 然后他那时候来是很休闲 然后是过来 然后来询问我们 这边有没有机会当职工啊 他想要来奉献台湾这个社会 然后想要来当职工 那我就见到这个人他很有心 我知道他的第一段婚姻的那个过程 我是非常的心疼 那他自己其实也那时候调试的蛮好的 那他也把重心放在他的工作上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性 然后很兼具知性 然后很有理想 他非常有毅力的一个女生 他的改变实在让我也是蛮惊艳的 就是他会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想法 然后你看到他会主意去实践 然后主意他都办到了 他常常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来中兴 然后会跟我们谈一谈 他其实就是真的把新住民中兴这个地方 当做一个娘家 他有事情他就会回来跟我们谈一谈 然后大家会聚一聚会跟我们谈一谈 那我们可能就会知道他的状态 那有时候他就是谈完之后他整理好了 他就会开始出发 然后呢我一起继续工作 就是走我那边的涉水 我开始工作 我从高中毕业以后就是 新住民中心啊 或是那个新北市的开的科 或是台北科开的科 或是有一些那个宗教 像石器啊或是有那个天主教 他们都会开类似这样子的课程 让我们去学 今天就要联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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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为了新住民家庭 有电话关怀 还有家庭访识 然后将来关怀 来到台湾中心 我们的新住民 那我们新住民中心 会不定期的办理一些 像文化 多元文化的活动啊 那希望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居民 有一些交流 然后大家互相彼此互相认识 然后再来就是为新住民的家庭 办亲子活动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尽早 融入台湾这个社会 多才多艺的辩柔云 在2016年跟着专业老师 学习3D果冻艺术创作 然后就一头栽进果冻世界里 没日没夜的练习再练习 先生看在眼里难免心疼 也因此反对他走这条路 其实讲老实话 刚开始我还蛮反对的 也是一个偶然机会 他接触到这个果冻 那就是一对去做到就是 没日没夜的 因为他的怎么讲 他的气度心很强 他就是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到好 做到完美 那没有做到好他不会休息 甚至于有时候我半夜 两三年起来他还在做果冻花 对那刚开始就 我们是从我们这一个客厅 一个餐桌上 然后从一个学生 两个学生 然后慢慢的成长 2017年开始 对到现在 比赛 好像是每年我都是比赛 每年 因为我告诉自己 我说 淑沛我今天真的 不做了 不做教学这条路 如果还要再教学这条路的话 就是以身先做嘛 如果你没做 你一直教学生一直比 然后你自己都没有比 搞不好那学生都比你还那个厉害了 因为当然你要鼓励他 你先做嘛 对 如果你没做 你要教学生一直做一直做 其实是 有时候是说补不了学生 所以很多东西的话 我们就会 没关系 那个老师比跟你不一样的项目 可是老师会陪你一起比 那也算是 如果他赢了 那也是同料啊 因为跟老师一起 对不对 如果我们就 对我们来讲 这输赢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我们走到现在 如果一开始的话 赢了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可是现在的话 当你在教学 教学生的时候 其实学生赢了 你比学生的还要开心 曾经先生怕他太累太辛苦 希望他在家修养 但是看到柔云是如此热爱 与专注在教学上 态度也从反对改为支持 现在便柔云的重心 是把所学的技术传承下去 不少慕名而来的学生 让他的生活更加有意义 看到大家在学习过程中的开心 与成长 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还好 还可以 可以 可以也是有点多 有点多 像这个边边 我们可以用那个一根真的小花 我很喜欢老师他们一直 跟我说我可以的 对 好几次 其实我是因为自己会害怕 内心会觉得恐惧 甚至会觉得自己没办法 自信心不足 可是老师他们都跟我讲我可以 我很希望能跟他一样 那个心态 心态能学到这样很不容易 对 我也希望我能走到那种心态去 所以你从他的身上 有没有学习到什么 嗯 应该就是做自己 然后不要一直在乎别人 在说什么 嗯 我都会有没有 嗯 我都会有没有 嗯 我都会有没有 像我们这个方面 全部都可以做 好 不要说那个小 那么小 那么小的 就不用一个针了 好小啊 对啊 用一个针下去 它去把它捕出这边的那个小花 就看起来 就是前面 对 就有时候 它一定用很多的小花 来把它那粗花 点缀 对点缀 要不然那个整朵 这样的一朵花 当然没办法 像是我明年很重要啊 当然很重要啊 当然很重要 对 没有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那个 对 也没有我这样子 辩柔云热心工艺的心 也感染了每一个学生 学生们受到他的影响 也愿意分享所学 拉别人一把 是 一根 一根 现在也有一些病友啊 干嘛的 我也就是很想 就会主动会说 啊你们要来学 就来学啊 我教你们这样 因为他们也会觉得 他们人生没希望 会觉得啊 每天在医院啊 出来没工作啊 或者说情绪问题 会觉得 嗯 活不下去啊干嘛的 都有很多 然后会说 那就来找我玩啊 就是非常疗愈 即使是有忧郁症的人 你打了这个以后 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嗯 对 然后周遭的朋友 也跟着会心情配合 因为每一次看到这个火冬花 都非常的兴奋 然后又可以吃 嗯 然后这个的味道 可以加很多种的口味 嗯 辉老师是一个非常细心 仔细 然后他又非常有爱心 所以我们常常有做一些公益活动 老师带领我们做一些公益活动 然后送给比方说游民啊 然后我们也到各个地方去做教学活动 嗯 对 那我们就做老师的助手 我真的很感谢就是那个 呃 弦辈们就是那个古堡的江主任 和那个我烘焙指导老师的 杜嘉宁老师的带领下 他们就是带入我去学校 那进学校的时候我就发觉说 呃 那些老师以前也对我孩子那么用心 那今天的话如果我当老师 我也要用同样的心 对 回馈给那个其他的孩子 搞不好那些 现在我带的这些孩子 以后 他也是我的孩子的孩子 孩子的老师 也也也不一定嘛 对不对 对啊 如果是我做的不好 以后呢 啊我的孩子不是在受罪了 所以我一定 我一定要把他做好 这样子以后 有一个榜样让孩子学习 除了在教室上课外 便柔云说 他很喜欢参加活动 除了可以看到亲子间的互动之外 更重要的是 老公孩子也会一同参与 一家人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 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这种活动的 然后亲子外面的 会比较辛苦 可是为什么我愿意接 因为家人带的小朋友一起来 然后让他知道 妈妈在工作 然后你有山鱼感 然后你也 因为你也会嘛 就一起来 然后一起 大家不像教学 就像玩乐 为了福岗地景艺术节的活动 便柔云特别将活动主视觉 变成了3D果冬花的方式来呈现 栩栩如生的构图 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把他们的艺术的意识传达出来 然后在一个作品里面 就是他们的里面的里面的他们的 像那个火车 对不对 然后我还要去观察他火车上面的那个什么 7K1 对变号也要把它做上来 然后还要去 太多的小细节 我们没办法做进去 可是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个 该带进去 一定要带进去 该有 人家一眼看 不是那么漂亮 可是一眼看 就知道这个是他们的东西 这个在哪里 这边 三年过的应该是 来入食 新北市地广人愁 福源辽阔 移入人口众多 新住民人口数更高居全国之冠 为了让新住民朋友 能够尽快融入在台湾的生活 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社会局有 有帮新住民 在社区建立一个网络资源 那这些关怀站在社区 它就是一个网络资源平台 那因为新北市很大 那我们社会局会 希望在各区都设一个关怀站 就近的照顾这些新住民 在地照顾这些新住民 这几年真的好太多了 这比以前来讲的话 其实以前是 大家还没有熟悉也还没有接纳 因为刚开始嘛 而且是早期都是太多的顾面的 对没有报道一些正面的跟好的 其实很多人也是很好 可是明明没有被看到 对啊所以后面的话 有一些好的证出来 然后那些不好的就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是他们要多爱自己一点 对因为自己那么辛苦了 多爱自己一点 不是说你今天要买的 名牌包啊还是买最贵最好的 来想自己不是 就是有可能就是 你今天你就辛苦一辈子 其实很多人都放不下 然后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 也没有去把自己提升 对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其实很多人就是有时候是 可能生活上的压力 可是你看如果你放得下了 先多少才会够 对永远都会不会够 对啊如果你放得下了 然后你生活过得去 然后你去学一些其他东西 把自己提升起来 当然了当你提升起来了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也提升起来了 当然钱也会不一样 赚钱也会不一样 现在的辩柔云热衷于果冻花 以及和果子的教学 为了不断进步 他经常陪着学生参加各项竞赛 在比赛过程中不断鼓励学生 热于教学的他 现在的学生也遍布国内外 这一位来自越南的新住民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记忆 在台湾落地生根22年了 有了成功的事业 与幸福的家庭 也走出了自己的璀璨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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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